嗯 好 所以我今天是一個 對特殊生演講的菜鳥 所以今天如果講的不好 這個請大家多包涵這樣 好 那所以我今天整套投影片呢 也是全部為各位重新打造這樣 所以 那個 也是花了我不少力氣這樣 好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是要講的題目是 擴增人類能力的人工智慧 因為我想各位 跟人工智慧的關係 可能會 其實比你們想得多 就是說其實 大家可能就想說 普遍來想說就是 特殊生 或是有跟一般比較 一般人比較不一樣的這些 這些群眾 那他們的目標可能就是 使用人工智慧所帶來的好處 比如說我們知道說 有一位物理學家 霍金對不對 他得了ALS 就是那個叫做多發性硬化症 所以他沒有辦法用他的肌肉 他慢慢的從21歲開始慢慢衰退 到這個他的晚年他只能躺在 一台專門為他特製的機器上面 然後他用眼睛來打字 他用眨眼來打字 所以他是一個人工智慧的受惠者 他是一個人工智慧的user 但是 我今天要講的是 各位不只是user 各位可以做到比霍金更多 我們知道霍金非常偉大 他發明了很多 發現很多黑洞的性質 幫助人類對這個宇宙 我更多的了解 所以 所以我們今天從這個視覺AI開始 就是 視覺AI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他主要的技術包含了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還有3D的臉部辨識 尤其是這個 深度學習的演算法 用在訓練AI來幫助 這個盲人來辨識物體的時候 可以發揮非常大的用處 那比如說我們要 設計一款AI來協助盲人去 分辨不同面額的紙鈔要怎麼做 你們現在怎麼做 用摸的 例如說 一千塊和一百塊五百塊的大小 直接對一起來 摸 小的是一百 中間是五百塊一千塊 然後 只會有一個 哇 這麼厲害 我覺得這是 貴校的同學 互動性比一半身高很多耶 好像大家在閒聊一樣 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 要不然我們去一般的高中 可能就是大家都坐在下面睡覺 然後好像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要活絡 要活絡 要活絡嗎 哇 那我現在發現這邊其實是一個 很可以開發的一個樂園這樣子 好 好 那 所以 那我們知道說 現在這個紙鈔它有這個 這個 盲人 或是視障的人 它有一些設計 然後讓你可以用觸摸 然後 讓你知道說這個面額 然後這樣 你在做商業交易的時候 就買賣的時候 就不會被欺詐這樣子 好 那可是就是說有沒有辦法 我們知道說 現在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叫做什麼 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對不對 新冠病毒 那如果我們 我們這個 忙我們這個視障的 這個同學 我們如果不想去摸那個錢 怎麼辦 因為我們知道錢很髒嘛 對不對 錢是 錢是很髒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但我們又 人家要給我們錢 那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知道說這個錢是多少面額 用鏡頭去AI辨識啊 我聽到有人就講答案了 就是用鏡頭來AI辨識 那怎麼樣做到呢 就是說 怎麼樣去訓練這個AI呢 寫傳字啊 然後讓它結合那個 AI的系統 就變化 謝謝 哇 這個 我怎麼覺得AI教育在 貴校非常非常的成功 我在那個 所謂的頂尖高中都沒有辦法聽到 這麼 這麼熱熱的互動這樣子 好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不要小看自己 你們很強這樣 好 所以我大概再講一下細節 就是說 可是你要想想看喔 就是我現在 蔡老師現在拿一張紙鈔出來 不是要 不是要給你啊 是 我現在拿一張紙鈔出來 我其實 我其實也蠻窮的這樣子 好 然後這張紙鈔出來 你們可能不一定看得到 這是一千塊 你說感是很好喔 他可以這樣看對不對 他這樣看是四個小朋友嘛 對不對 他這樣四個小朋友 然後背面是什麼 背面是 這什麼鳥啊 我都不認得 水牛 水牛 那是黃放地質 地質 哇太厲害了 哇 這邊同學真是 這個全財啊 什麼都知道 就正面是四個小朋友看地球 看地球儀 然後後面是 後面是地質 這一張 然後所以 好 那如果側面呢 側面是一條線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一條線 然後有可能是斜白的 所以其實在電腦鏡頭裡面呢 他可能會覺得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他並沒有 他對這個object 他是沒有knowledge 他是沒有一個 他是對他這個東西的性質 是沒有一個知識在的 所以他通常就是說 你說認這個人臉辨識 那你知道人說不定 有時候我們看到說 這個人如果他站遠一點 或是說 在整張照片他站遠一點 然後就跟你說辨識不到人 或是稍微轉一下 轉一下角度他就辨識不到 所以這個是 就是人工智慧的一些 跟真人的真人智慧的一個差別這樣 所以其實還是有差別的 那可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達到說 就是真人的智慧 那人工智慧能不能幫上忙呢 所以你要怎麼樣呢 你就要去 你就要對這個 假設這個是鏡頭的話 你就要對這個鏡頭去展示 正面 反面 然後有一點側面 然後這樣一點側面 然後或是 反正就是給他 然後甚至 或者是這樣摺起來的 摺起來也要給他看 摺起來也要給他看 這樣子掃描的過程 有沒有太繁瑣 做一次而已 做一次 做一次for all 就是 為 當然是在訓練AI的時候 就像我們在 教一個 我們要訓練一個老師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那老師一教別人 就可以教很多人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在訓練 人工智慧的一個過程 所以接下來 你如果是用戶的話 那你就是 拿著我們訓練好的AI 然後就可以 不管這個錢 怎麼樣 這個角度 那個角度 正過來翻過 正過來 閉過來 然後折起來 你都可以 他都可以辨識出來 這是一千塊 那是不是換成別的物件 換成別的物件 今天就在重新訓練啊 所以不就等於說 所以 我們的面額有很多種 例如說 一半算進去 指頭算進去 然後個股貨幣算進去的話 不就要少好幾段時間嗎 對 所以我們聽過 有一個很大的影像資料庫 叫 ImageNet 對不對 它裡面有 好幾千萬張照片 然後每張照片都是有標註 它有什麼東西的 所以這個影像視覺方面的AI 之所以會那麼成功 就是因為 那個有一個華人叫李飛飛 他是史丹佛大學教授 李飛飛 李飛飛 好 那他就是 他就是 率先發起的這個 ImageNet這個資料庫專案 在2009年的時候 然後他就去收集各式各樣的資料這樣 然後他收集資料的方式是用一種很聰明的方式 就是說 反正他就是 給我一大堆照片上來這樣 那但是 要誰去標說這張照片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是一隻鳥還是一台車子 還是 還是一棵樹之類的 要誰去做 其實你說對就是人去標 那怎麼樣標呢 怎麼樣標 學獎 就是Google那個 他不是有叫你找電線看的那種 喔對 這是一種方法 這是一種方法 然後可是那個還是有可能會 有可能會錯 所以如果要精準一點的話 就是說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 一個平台叫做 AMT Amazon Mechanical Turk 那為什麼叫Turk 因為Turk就是一種 在歐洲人他們那邊是 就是說他是土耳其人嘛 然後土耳其人就是 在這個歐洲他常常做一些那種 因為他是移民 移民通常到一個新社會 通常都是先去做一些勞動階層 所以 他們就把這叫Amazon Mechanical Turk 就是反正我網路上面有一大堆 Netizen 有一大堆網民 那些網民這些網民 反正你只要看了一種東西 你就可以標了 所以他就是把他的一大堆照片 好幾百萬張照片丟到 丟到這個AMT上面平台 然後你去標 然後他就把這個 叫做一個 他就把這個東西叫做一個 Human Intelligence Task Human Intelligence Task 就是把它叫做一個HIT 那這HIT丟上去以後呢 你可以去應徵 你如果覺得你有能力做他這件工作 你就去應徵 然後如果做了一定的量 他就給你一塊美金這樣子 那你知道這種工作會有誰去做嗎 也不一定啦 說不定很多閒的沒事幹的人 他做這個 像什麼teenager啊 或是什麼 早期的時候 其實 AMT 他是開放給全球的 所以 就是說有些人像在印度的 他也可以去標 那他標了幾個圖 說不定他就可以吃一個月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蠻好的 就是說 用這個方式來讓 讓這個 有些第三世界的國家也可以參與 這個AI這樣 那為什麼到後面好像沒有開放給全球 因為 就是說 可能碰到一些問題吧 就是什麼 金流或是說 有一些 這個準確性的問題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 他就 李飛飛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 收集了上千萬張這種標註的照片 好 那 然後再丟進我們這個 機器學習的模型 讓他去 一個一個 讓AI一個一個看 然後看完以後 看完這幾百萬張照片以後呢 世界上大多數的東西 他都已經認得了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影像辨識 為什麼能夠 現在這麼大的突破原因 然後你知道說 這很奇怪 就是說 他看了這個AI 假設他已經經過 這幾百萬張照片去訓練 然後結果有人就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 他這樣子看一些那種 外在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什麼 車子啊 然後 動物啊 植物啊這樣 可是他沒有看到內在的像器官什麼的 那這些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有人就狂想說 那既然有一個人他已經看過 有一個AI他已經看過 世界上這麼多外在的東西 那有沒有辦法讓他去看內臟 比如說去看有沒有得新冠肺炎 做這個肺炎檢測呢 結果發現說 居然可以耶 就是有一個AI在訓練 在看過這個百萬張照片以後 然後只是把這個 整個內神經網路的最後一兩層 這最後幾層稍微調一下 這叫FindTune微調 根據 標的少量的新冠肺炎的照片 可能只有幾百張 稍微調一下 調一下權重 既然Walk 既然可以 可以辨識新冠肺炎 而且 就是準確率還很高 可能比一般的 那種菜鳥醫生還要高 所以這個是很可 很 在影像辨識方面 為什麼會那麼驚人突破 其實我們在想說 這個道理好像跟人也蠻像的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小小孩 他只有一兩歲 那他看過的東西有限 然後你叫他去看 這個什麼比較複雜的東西 他可能就沒辦法了 可是如果說像一般的成人 就是說他已經看過很多東西 那再叫他去看一個 他從來沒看過的東西 比如說今天我們可能 用寶可夢裡面有一隻怪物 然後都沒看過 然後就 丟出來這隻怪物 問說這隻寶 這隻 這隻怪物 然後問他 問一般成人說 那這隻怪物可能有什麼功能 那他看到他有翅膀 他拆透他會飛嘛 他看到他會噴火 他就覺得他是 他可能是一種龍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 當你看過夠多的東西 你就會去推出一些 這些東西內部的本質 影像上面的本質 那你就可以去看 你沒看過 你就可以去辨認 你沒看過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接下來要給各位看 就是說這些小事就是說 假設AI可以幫助你做到這些事情的話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會覺得 你很確實的感到你自己是獨立的 因為各位都不想 其實我想說各位應該 都不想依賴別人幫忙對不對 想要自己來做一些事情 對不對 假設 對你說很對 就是說看場合 那假設就是說 今天AI可以幫助 就是說你現在跟一般人相比 你沒有的能力 AI都可以幫你做到 那這樣你會不會覺得很happy 對就是 就是等於說 你就變成一個 說不定很多事情 就我們現在已經驗證說 其實很多 很多AI它的能力 在某些單項上面比人還強 比如說 如果你今天我給你一個智慧眼鏡 那這個智慧眼鏡 它可以看到東西 但是它 不只是可以看到可見光可以看到的東西 它還可以看到 那個 那個紅外線可以看到的東西 那你這樣是不是很厲害 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看得到 比一般人看到的還多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有了AI跟人結合在一起以後 那到底誰比較強 這還不一定 這還不一定 好 那我們希望說這樣子 這些AI可以讓我們更容易感受到環境 然後協助我們完成更多的事物這樣 好 所以我剛給各位看的照片就是這位 他就是一位 這個 在美國微軟 微軟的一個工程師叫 Saki 他是一個印度裔的工程師 然後他 然後他跟各位一樣 他是看不到的 他是看不到的 好 那 他在 我先稍微講一下他的故事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他 發展AI的一個 一個心路歷程跟影片好了 那 他是在七歲的時候就看不見了 然後在那之前不久 可能是因為意外什麼 就是影片中 其實我收集到資料 他是沒有交代的 那他在之前不久 他還得到這個 他人生中的第一部電腦 所以這還好這不是他跟資工之間的據點 然後之後他也是念啟民學校 然後一位老師看出了他的潛力 然後就用一些方法來讓他去學習打字 然後所以他一路進入大學 然後主修資工 但他在中間就學過程中 他去請他用一些方法來讀書 比如說他去請同學念書給他聽 所以他就是靠這樣子來念書這樣子 而且他最厲害的是 他還是以班上頂尖的成績來畢業的 而且他拿到了AI的碩士學位 所以他最後加入了微軟的AI團隊 你要知道說在美國能夠進入微軟的研究 AI的研究團隊那是很難的 連一般人都很難 就是 他基本上都是精挑細選的 而且他加入這個AI團隊以後呢 那裡面 那美國那些像微軟啊 Yahoo啊 Google Facebook 這些公司他其實表面上看起來好像 好像是說 你看他的那個宣傳影片 你看到他就覺得說好像 辦公室好漂亮好豪華喔對不對 然後這個 你肚子餓還有隨時有東西可以吃 然後這個辦公室聰明幾近這樣 都整片玻璃牆這樣 然後你要還有沙發可以躺 然後還可以有很多小桌子 坐下來跟同事聊天 但其實知道說他們內部其實非常競爭 他們會一直 他們會 就是說你假設全班都是那種 全世界最聰明的人 然後他們就是會 他們 他上面的主管其實不會 不會告訴你要做什麼 要自己去想要做什麼 對同學很厲害 就是說 這種才是最大的壓力 假設你到一個地方 到一個公司去上班 然後每天都沒有人告訴你要做什麼 然後可是每一個人都知道要做什麼 那假設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是不是覺得很慌 對不對 說不定你就想要走了 因為假設你沒有自己想 發想要做什麼能力 那你就可能真的待不下去 因為每個人都講得很high啊 都在那邊講東講西說 我要做這個我要做那個 結果只有你自己想不出來 所以他們裡面會辦 經常可能每一季都會辦一些 像駭克松一樣的比賽 然後這個Sakee呢 他很厲害 他居然參加了Hackson 還得到這個很前面的名次 我不確定是不是冠軍 反正我被選出來 他的項目叫做 Sea in AI Sea in AI 就是可以讓人看得到的AI 而且他因為他得獎了 所以微軟也給他支援 讓他去做真的product這樣 那這個 我等一下給我這邊要弄一下 我們資工系的老師比較隨性 沒有像那個商學院那樣正經八百 就是我們可以很舒服的這樣溝通聊天 我現在弄一下網路 因為我剛好沒有開網路 我現在弄一下網路 因為我剛好沒有開網路 好 下一張 然後 最主要是讓大家看一下影片 但是就是說很抱歉 這個是英文的 所以 然後我來不及幫大家做中文配音 所以 可能大家將就一下 等一下 我把速度放慢一點好了 0.75倍 他有中文字幕 在這裡接觸到的發音電腦 他開創了一個充滿機會的全新世界 十年前我以軟體工程師的身份加入微軟 我熱愛創造能改善人們的生活的事物 其中我夢寐以求的理念就是 打造一個隨時能告訴你周邊狀況的產品 所以他現在拿著一個導盲帳在那邊摸導盲磚 在街上走 然後 現在我正看到一個男人 就是滑板鴿在空中跳躍 然後我跟工程師有說 建立一個能知道周遭什麼人與世的程式 然後他是建立在微軟的API上面 讓我們能更輕易的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他是有利用一些別人做的智慧功能 AI功能 所以他是有結合智慧型眼鏡跟智慧型手機 當您和多人討論的時候 有時候您滔滔不絕 然後沒有聽到任何回應 這時候你會覺得很慌 對不對 表示大家都很專注 還是大家都在睡覺 然後我們這個如果是眼睛看不見的 你其實不知道 所以他開發這個程式就會告訴你 你的聽眾 他現在的狀況 我應該這樣 我如果這樣講的話 我就會完全不知道你們的反應對不對 我如果背對你們講 就完全不知道 然後他還可以幫人讀書這樣子 所以像他現在正在吃飯 然後有人送上一張菜單 然後他就用手機去拍這個菜單 然後去指導 然後他會指導你 因為你其實也不知道怎麼樣去對準那個 這個手機的相機嘛 所以他會指導 用語音指導你 然後當你對準以後 擺正以後 他就讓你拍下來 然後就把裡面的菜單念給你聽 然後他說這個以前是在科幻小說裡面的情節 他從來沒有想過這會成真 但是AI成長得很快 所以讓他可以去自己 親手實現這個東西 然後他說他是一個工程師 他很榮幸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巨人就是以前的人 然後他藉著微軟以前研究出來的 AI的項目 然後來做他想做的事情 然後現在就是一個在辨識 像那個公園裡面有人在做什麼 然後他說這是剛剛 這才剛剛開始而已 這樣的改變 好 所以這個是 四年前 他剛開始做的影片 等一下我們還可以看一下 他現在有比較新的這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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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他這種遊戲的還蠻 蠻難慘的 就是 對啊很容易跳出來 好 剛剛看完這個 還是這個 剛剛看到哪裡 欸 欸 當機欸 欸 有了嗎 所以請教一下就是說 你們看到這樣的一個投影片 你們可以看到什麼樣的程度 打造人工智慧 所以我就稍微念一下好了 然後下面是Sakib Sakib 然後Sakib Sak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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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上面的字對你們都沒有意義對不對 不是沒有意義 就是 有些有弱勢的同學看得到 OK好 然後第四人還有分認 其實我真的很認真去查到底有沒有 然後 要換本 就是 給這種 像你們這樣的群體 其實不會啊 就是把我們當一般人就好 你們自己進化的比一般人 比你想像中還強就對了 沒有啦 就是也不需要特別的做招式 好的 好 那反正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是一款 就是吸引AI 它是結合這個圖形辨識 然後還有語音說明 還有人性化的介面 的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它可以用這個手機上的鏡頭 來識別所有的圖像 然後包含這個掃描條碼來識別產品 然後辨識身旁其他人的年齡 性別還有面部表情 然後它可以幫你看完以後 它用講的講給你聽 然後這個閱讀出功能表和檔案這樣子 但它可能有一些問題就是 你可能要戴耳機去聽 因為有些東西搞不好念出來 不太適合念出來這樣子 有隱私性這樣子 好 可能是你的那個 那個什麼 Instagram的訊息 不能給你媽媽 爸媽聽到這樣 Instagram 好 然後那個 對它最好是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是正妹 然後這個不是正妹這樣 不過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對於 對於這個 各位 什麼叫正妹對不對 對你們來講的話 可能是新美的還是正妹 對不對 對 那什麼 那什麼 什麼 照騙 騙人的騙都沒有用 對不對 因為對你們來講都一樣 那怎麼改都一樣 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欸你們哪一個人可以去做這個研究啊 就是 對於這個視力 視覺障礙的人來講 什麼叫做正妹 聽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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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聲音會騙人啊 那你要怎麼樣 可是你也沒看過林志琳 你要怎麼樣 或是你也沒看過什麼 現在 我是沒看過林志琳 但是有人給我一套漂亮的標準 譬如說什麼腰要細啊 要怎樣之類的 OK OK 所以這是一個值得study的問題 而且 這個問題是 一般人沒辦法做的 你就可以拿來做這個研究題目 做小專題或什麼 這絕對非常有趣 這絕對非常有趣 好 那這個 其實他還有一個 他有一個 他自己的宣傳短片 就是功能 Seeing AI的 這個是比較 一個一個去介紹他的功能 就是說 如果你有辦法的話也可以去 我們很快看一下好了 那 反正就是可以 這是第一個是認人的功能 就是 對 就是你周邊的人 你可能都可以見檔 他都可以告訴你認 那 如果說 如果說那個不認的人 他就會告訴你他的表情 他大概幾歲之類的 然後他可以去照像是信件啊 或是房間 房間的門牌 這樣你不會走錯 然後他可以去幫你讀文件 讀E-mail或什麼的 讀一張paper或什麼的 然後他可以幫你去讀一些 法律文件之類的 然後他可以幫你看 什麼紙鈔是多少錢這樣 然後產品 產品就是說你去超市的時候呢 你就對著他拍 他就可以告訴你 現在拿的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番茄湯之類的 然後他也可以幫你讀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成分 然後他也可以幫你唸Twitter裡面的內容 或是社交軟體裡面的內容這樣 然後像這個風景 就是剛才有一個小女生在丟飛盤 你希望他可以支援華語 華語齁 對啊 我使勁的要去找華語 華語說什麼樣 可是他沒做的話表示 他沒做的話表示 那是你的機會啊 對不對 就是說 如果這個微軟沒做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做華語的 不行 智慧才是安全 你做了你會不會告他 不會啦 這個 那你可以加入微軟幫他做華語的 對不對 他沒那個腦袋 哇 我發現你們都比 你們都比一般的這個 高中生要成熟耶 齁 你們都不要知道社會的現實對不對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去當youtuber 你可以做個channel 然後 然後你就 然後我就把你轉給微軟的 我就把 我就把你講的話轉給 把你的頻道轉給那個 微軟的負責人看 所以你們要不要來重視一下這個 講中文 講中文的這個 這個 視障 視障同胞 對不對 好大家說好不好 好 你當youtuber 好你做一下錄一支影片 我當youtuber 對啊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幫你轉給微軟的負責人 我認識這樣 好 然後我就跟微軟跟google同時講 說你們到底誰比較重視 台灣的這個 或是講華語的這個 這個 視障同胞 讓他們兩個去比賽 看誰做得比較好 蘋果也不錯 蘋果也不錯啊 蘋果 哇太厲害了 蘋果有做中文是不是 蘋果有做中文是不是 有啦 蘋果的Siri是中文 對Siri也有中文 所以你們都很 很 很密切在使用Siri 有啊 Siri很少 嗯 好 那我們再很快看一下這個 他現在的進展 反正他現在在彈鋼 就是現在在講這個 剛才那個Saki他一天的生活 這個影片 反正他可以靠著這個 視隱AI來 讓他彈鋼琴打字 什麼無所不能 好 好 可是這聲音好像有點小 聽不太到 可是這聲音好像有點小 聽不太到 反正他可以去找到 他想要去的商店 他可以知道他自己在哪裡 然後反正他就是把剛才那些 他提的那些功能 他都已經做出來 因為那是四年前他的提案 他現在應該已經有做到一定的程度了 他就靠這個Siri應該在街上走 然後不用輪陪 然後他可以去拍什麼店的招牌 然後他可以坐車的時候 他可以用這個鏡頭對著外面 然後外面就告訴 然後這個吸隱AI就告訴他 現在在經過什麼店之類的 然後他現在在收外送 不知道是收什麼東西 不是Fu Panda 不是Fu Panda 這看起來就不像食物啊 他現在來到一個 跟一個鼓手在講話 他跟這個鼓手在那邊合作 他還可以彈Keyboard這樣 然後他拿這個 C&A拿起鈔票來辨識 不知道為什麼要拿鈔票 然後他也可以去購物 他去那個 他只要拿著這個 他的C&A來拍 然後就可以告訴他是什麼攤這樣子 水果攤還是肉攤還是什麼攤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改的地方 只是要可能在辨識文字方面 要換成辨識中文 不然中文有的時候很不友善 我們台灣有一些可以用的 對啊中文絕對有 只是微軟應該也有 然後這個 念 然後這個把這個 偵測到的東西轉換成語音念出來 這個TTS 這個 這個也有人做 只是說可能在台灣還沒有人把 在那個 在這個華人圈還沒有人把 這個整個兜起來就是了 所以等於說要有一個人去做 Sakif當年做的事情 再把他全部用這個 資源中文的 把他全部兜起來 所以像剛才 他可以兒子用手寫的一個 小紫條給他 然後他拍了以後就可以唸給他聽這樣 OOC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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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他也可以唸什麼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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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traumatic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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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事情 所以有了這東西他就打通他的任督二脈 他可以跟一般正常人做互動 不會說好像因為看不到他就沒辦法做 沒辦法他就只能孤立在一個黑暗的世界裡面 就不用怕那個不會採眼觀測開眼的眼神 對對就是別人在 被人罵說就是看不到表情不知道別人變成 對這真的是 可是有人即使有眼睛他也看不到別人的表情 亞斯伯格嗎 這叫白目嗎 好啦 那現在開始就是會有一些比較可能技術性的東西 稍微講一下好了要不然這個 好像都在看影片 沒差是不是 反正就是說 C-in AI他之所以能夠 實現跟成功 最主要就是我剛剛講就是說 他需要一個叫做深度學習的技術 Deep learning 那Deep learning他可以去 他可以做到說他可以去 學很多很多的照片 然後 這個我們人只要教這個 AI說 這個每一張照片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他就可以認得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Deep learning 是 最重要的一個技術 那 為什麼 其實Deep learning這個概念很早就提出來 大概 五六十年前就已經提出來 可是為什麼一直都沒有出現 最主要就是卡在硬體 那時候硬體太差了 你知道說 等一下蔡老師會講那個 自己在大學的時候有配備 我們那時候 剛上大學的時候在用486 486 486是什麼 486不是那個賣 網路上賣 賣什麼家具還是什麼 賣3C那個 那個 那個網紅 486是一種電腦 是大叔在用的電腦 好像 也不是很大台 是 很慢而已 就是記憶體很小 我問各位一下 你知道 如果有一支手機 他的 記憶體只有128Mb你會買嗎 128 128送你都不要對不對 你放你 放你幾張圖片 放剛才那一張一個影片就放不下了 這就是我大學的時候的電腦 你知道嗎 而且那還是已經很貴了 你可以裝到128Mb還是已經 你已經這個財力不錯 才能夠 才能夠裝到這種等級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以前的硬體有 有這個多差 所以 那個深度學習是一種 暴力的 作法 就是說他把所有能用的資訊 都輸進去 然後讓電腦去做各種 排列組合 然後去推 推估結果 所以這種 這種做法就不是 在資源 在硬體有限 情況下能夠做 所以到後來就是因為 因為這硬體進步 才可以做到 尤其是有個 現在還有一個技術叫做 邊緣運算 邊緣運算就是 Edge Computing 那以前你聽過一種叫 雲端運算對不對 以前所有AI的東西 全部都要上雲端去算 就是說從你的手機 從你的終端裝置 從你的什麼手環 然後 經過網路 4G的網路送到雲端去算 算完以後再傳回來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你拍個照 然後再 再上雲端 再下雲端 這樣要多久 可能要 10秒吧 對不對 然後你就lag了 所以你跟一般人的互動 就lag了 對不對 就這個delay 就慢了好 好幾秒 對不對 可能 人家一個女生才跟你笑一下 然後你沒反應 10秒鐘以後他就走了 對不對 他已經不見了 然後 然後你反應以後呢 然後你 你再對空氣撒笑這樣 他已經走了 所以 所以這個 那邊緣運算就是說 我們現在連手機 你不要看喔 現在連這個手機都比我大學的電腦要強太多 那所以這個手機 他本來就可以做一些運算 所以 就是有些 比如說有些需要即時性的計算 我們就把他丟到邊緣去算 這叫Edge computing 所以這個是 未來五年的一個 熱點 一個重點 就是說怎麼樣讓這個 AI可以 不用傳到雲端去 在你的手機 在你拿的這種 中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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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知道什麼他都知道什麼對不對 就是說好像有一個人 那個笑話不要在那邊講 我現在還錄你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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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私下我們再講好了 反正我再傳給你 反正就大意就是說 那個 你知道東西Dockberg都知道 就是 祖克伯都知道 好 其實不只他啦就是Google的也知道 Google的老闆也知道 所以還蠻慘的就是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保留一些 有隱私性的東西在邊緣把它算掉 而且像最近很流行 很 爭議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現在 很多都要線上上課對不對 然後不是 剛開始教育部說論嗎 然後結果論的話 他會把你塞一個插件進去嘛 然後所以你那個 你 你下了課以後 上課的時候他是論 然後下課以後他就變成在偷窺你的 在做什麼的一個 一個程式 他會把你的 他會把你那個 裝在開眼端的 這個鏡頭把它打開 然後看你在幹什麼這樣 所以這個是 資安問題嘛 只要你跟雲端有關係就是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 很多環境 像你說在電信公司 或在什麼台積電工作 他基本上是全部斷網 就是他不讓 你在公司裡面做的事情 可以有辦法傳出去 這樣子 所以這個邊緣運算 現在這個是很 很吸引人 也很Sexy的一個 題目 這樣 好 那 不過邊緣運算 現在的障礙還是說 因為雲端的計算能力跟這種手機的計算能力 還是差太多 所以 你在這個 雲端算 可以運轉得了這些 機器學習的模型 你要把它降到 降到邊緣來的話呢 就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你剛剛看到有一些 像我這種年紀的 大叔或是 大媽 常在說要做什麼事情 去 不是去韓國 去 就是 這是要減肥對不對 要減肥嘛 所以那些 大模型在雲端算的都 彈彈 嚇嚇叫 彈彈丐 然後可是降到 你的 age上面 就要減肥 而且要減到非常非常的瘦 那減肥的要點就是說 我在雲端的影像辨識的準確率可能是95 那我降到 降到 age端的話 我可以接受一點點損失 我可以接受它降到85 可是模型的大小變成 可能是千分之一 可以這樣子 這是 這是這種 age computing的關鍵 就是說我犧牲一點準確度 然後換來模型的大減肥 這是一個 通常都要做這件事情 對效益提到最高 因為其實 說不定 這個 辨識到 85%的正確率 就已經足夠使用了 就算 就只要他不要把那個什麼 新冠肺炎弄成沒有新冠肺炎就好了 對不對 他如果放一隻 放一隻這個 假 假陰性出去的話 然後就傳給一大堆人這樣 好 那我再給大家看另外一支影片 就是說 就其實這個 剛剛講的age computing 它可以幫助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即時回饋 大家也可以剛剛也講到說 其實你們的痛點就是 當你在演講 或是當你在 跟一堆人講話的時候 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你不太知道 別人到底有什麼反應 就是你會覺得 就是你可能覺得說 大家都很安靜 但你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在專心 還是在 幹什麼 還是在睡覺 像我 我那天看到一個很好笑的影片 就是有一個上司 他後面有一個螢幕 然後他正在 跟他的部下 在講話 然後那個上司 他就講了這個口默橫飛 就像現在我這樣子 然後他就 然後他的屬下 看起來也很認真 在瞪大眼睛 在聽他講話 那他就以為 那等這些人 這些人走了以後 他就覺得說 他今天的演講很成功 成功的 激勵的 全 整個 整個team的士氣這樣子 然後結果說不知 那些 那些員工離開以後 他們在討論說 剛才 那個老闆背後那螢幕的 螢幕保護程式 裡面有一個 那個球在跳來跳去 那我怎麼都跳不進那個洞裡面 齁 他們在看那個球在那邊 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 這樣 所以以後如果有 長官來演講 後面就放一個那個螢幕保護程式好了 大家說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尤其是大家發現 尤其是發現說 他們在討論說 當那個球呢 可能快要滾進去 然後又跳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最專心 因為大家會希望那個球滾進去這樣 好所以 這個 這個時 我是昨天抓一個會議的影片 好小聲 奇怪 這個 這個 對 這可能 沒關係我們今天就很隨意這樣 看講到來就算哪裡 有聽到嗎 反正下面有幾個男生 然後有在燒頭 有的頭在這邊轉來轉去 然後反正有一個女生在跟大家講話 所以這是一般在開會的時候的樣子 就是 一堆人在討論的時候 然後直到這個女生講一個夠開放 然後所有人都醒過來 所有人都看過他 都在看他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需要知道 你的聽眾有沒有在對 有沒有在 對你發出的 對你講的話感興趣 因為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地方要多講還是少講 還是 還是要講得更仔細一點 對要調整 所以 能夠看到聽眾是很重要 我曾經還到一個學校去演講 然後 然後 好像 要 就是 當場環境好像我只能背著學生 背對的學生講 那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從來不知道怎麼講 像現在在錄 這個 線上課程對不對 然後 有時候平常 講一次很順的東西 然後對鏡頭就一直吃螺絲 YouTuber的困難 因為 你知道嗎 就是我錄一小時的影片 我如果要錄的話 我可能要至少要四倍的時間喔 所以 因為你真的覺得自言自語超怪的 就是 看那個鏡頭然後在那邊講話 真的超怪的 所以我現在還學會剪片 就是說 就是把那個 赤鑼斯那句話剪掉就好了 不要 不要每次都要重來這樣 那 那真的想要摔 摔那個 摔滑鼠 好所以 那個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未來可以做什麼 因為各位要處理未來 現在 C&A他已經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就是 去辨認一些 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然後增進大家的便利性這樣子 那不過他現在提的都是一些靜態的圖像 單一的圖像 單一的圖像 那可是未來的話我們希望說 這個 AI他可以 拍到一個連續的影像 然後他就幫你做一個 總摘要 他告訴你說 這邊發生了什麼事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 可能不只是單點 一個事情 這樣 可能是一個連續的事情這樣子 那 那最好就是說 比如說 你現在手機放在那邊 然後他就幫你觀察這個環境什麼這樣子 然後 而且他可以幫你建議一個行動 比如說現在 他放在那邊然後 你知道你在一個party裡面 你就坐在那邊你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可能是 有 有那個 有那個 有主廚端了 端了一道 一大盤牛肉來了 然後 然後大家都 靜悄悄也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 你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原來大家都跑去搶 然後 搶了把它吃掉 所以 所以就是說 這時候 這個AI可能就要告訴你說 趕快去搶 趕快去拿 趕快拿盤子去裝牛肉 就幫你做出個行動上的建議這樣 所以 但是就是說如果要做到這種連續性的影像的辨識的話 因為在 實際生活中不可能每位 用每位 用戶他所建的物件都相同 所以要 從這個 要變成說要用無監督的 無標註的資料來訓練AI 也就是非監督式學習的方式 像我們前面就是說 我現在有 100種東西 然後我100種東西讓他看過 然後接下來 反正你100種東西都可以 告訴我是什麼 可是現在要訓練到說 我沒有看過東西 我也可以告訴你是什麼 這樣子 所以這是各位以後要努力的 然後Sakee說一句話 他是主工程師 他是說 其實這個 所謂的 身心障礙的人 或是殘疾者 殘疾者是大陸內的方法 他本人就是最好的創新者 因為 只有你們 像我剛才從你那邊學到好多 我剛才從你那邊學到很多 包含 包含就是什麼 什麼叫視覺障礙者的正妹 對不對 這個到底怎麼定義 那還有就是 各位怎麼樣感知這個世界 然後你們需要知道 你在講話的時候 大家的表情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你們自己去 最能夠知道的 那你們應該 你們的創意要在哪裡 創新要在哪裡 然後現在的東西可以怎麼樣改變 所以我在想說其實這些 Apple啊Google或是微軟 他應該都有把一些名額給 這種 這種不方便的人 對所以各位可以去努力一下 然後我們除了 除了就是說除了視障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 就是 AI他也可以去協助這個 語言障礙的人士 那 因為其實就是說除了 視覺外 其實視覺算是 一種 但是 有人是 他沒有辦法講話的 或他講話也有問題 那 比如說像是 中風 或是 那個 ALS 這些人 那 或是有些什麼 腦部創傷 然後像是 一般人他有一天也會走到這個程度 就是 他得了Parkinson 得了Parkinson 他老了以後他也會變成這樣 就是他 可能變成 聽不太清楚別人講話 然後他也記不得他講什麼 然後他講出去的話 別人也聽不懂 所以這個是 現在人 平均年齡越來越大 會碰到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所以 你們去加入這個東西 你不覺得 你不見得只能幫到 就是 同樣可能 在比較早期就遭受到這種問題的人 像 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先天性的基因 缺陷 所以他是 耳朵裡面缺少一種 化學物質 所以他 就是說他的聽力是從 16歲開始衰減 慢慢慢慢衰減 然後到有一天可能到中年他就會完全聽不到 所以這個是 他現在也是在開發AI 所以其實各位 都可以往這方面去努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影片是我配上一些 語音的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叫Dimitri的人 這Dimitri 他 他是一個 就是 他是一個失去聽覺以後 他才開始學英文的人 所以他講的 他講的語音呢 是全世界的 任何語音辨識都聽不懂 因為他不知道 講什麼樣的 發音才是正確的 所以 就是說 為了要克服他這個問題 就是 Google AI的Team 就發展了一個 叫做 Eufonia這個Team 就發展了一個 專門for這個Dimitri的 語音辨識系統 所以 他現在就在參加這個 語音辨識系統的開發 就for他自己 所以他就是在一直唸 一些 好 然後 因為說話生家主要來建議這樣的明天主要的理論 像是說話俱樂化的時候 或是聽到人 或是動作人 或是用門的 等於沒有針對方來做明天的訓練 因為這個理論他就一直在建議議論 他就有開始去念念 總共他念的一望有限去 他不是想要建議 所以我們來看總共於一位內念 內於半句 他講的英語是非常奇怪對不對 根本就沒有人聽得懂 那再來看一下是有一個沒有辦法發出聲音的老先生 那Google工程師發展能夠識別他的呼吸聲的AI 然後讓他可以用呼吸聲來開關燈 他就是這樣哼哼這樣子 然後燈就會打開這樣 好厲害喔 然後這個人是得ALS的叫Steve 然後他在影片中他不出聲他就可以操作 然後而且就是說他在看球賽的時候呢 那個AI就可以識別他的臉部表情 然後幫他發出各種不同的反應 所以他開玩笑是跟幾分鐘之前的事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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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他的臉部表情對應到相對應的動作 像是看球賽的時候 可以跟他的臉部表情對應到是虛聲還是加油還是感到開心 虛聲就是BOOBOO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Google他主要是在這個 在聲音方面 在處理音訊方面的AI這樣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 現在叫做監督室學習 因為我要唸給大家聽什麼叫監督室學習 其實剛用的技術很多都是在機器學習裡面 監督室學習 那我第一次在沒有任何影像 沒有任何圖像的輔助之下來講 什麼叫監督室學習 所以這也是一個挑戰這樣 反正這監督室學習就是說給機器上千 成千上萬個樣本 然後這個而且每一個樣本 我都告訴他是什麼東西 好就像是小孩子在教小小孩說 這是狗狗 然後這是貓咪 這是大象 結果這是大象的腿 不是大象 大象很難教的 然後 所以小小孩指了很多次以後呢 你就發現小小孩就學會怎麼樣分辨這樣 所以機器感知器 機器也有感知器嘛 那他感知器的種類可以是影像 可以是聲音 我們剛剛都有看到 然後也可以是用其他的資訊 比如說什麼超音波 那所以你也可以 比如說我們可以利用鳥的叫聲 來訓練辨識鳥的AI 不見得要影像來辨識鳥 我們可以用鳥叫聲來訓練AI 這個斯大附中的科學班有做 這個他們有來demo給我看過 那假設你是一個鳥類學家 那你想知道說 你現在知道說大安森林公園 假設有十種鳥會常來 那你想要知道說各種鳥 什麼時候會來拜訪 那你想要自動去紀錄你要怎麼做 所以假設我們營造十種鳥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蒐集十種鳥的聲音來訓練AI 那這種應用的話就是說 像業界他會用這種聲音的辨識 來辨識一個 判斷機器什麼時候快壞掉的AI 因為那個機器不是這樣 一直轉嘛對不對 然後他Smooth的時候 那個機器運轉正常的時候 他聲音沒有那麼大 可是他快壞掉的時候 他聲音可能就會出現一些 很怪的高頻聲之類的 噪音或什麼 那這個對他們很有幫助 就是說哪一台機器該停了 該換零件了 他們可以預先去動作 他們不會等到突然壞了 你知道那個生產線如果突然壞會怎樣嗎 可能整條上面 哇你看大家都很厲害 你們都很會腦補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欸真的是腦補欸 你們腦補應該都很強 你們有過類似的事情 所以不只是 看不見不是聽過東西 可是一般 一般聲好像也都不會講 他們聽到 他們都裝死而已吧 這我倒是 第一次這種體驗非常的特別 我覺得大家都很勇於表達欸 好 那可能他們就在臉上用一個表情表達 謝或不謝是不是 就是之類的 我們就是睡或不睡而已 好那反正 這個經濟價值很高 就是說去辨識機器有沒有壞掉 這樣 欸說不定 你們也可以把自己當做AI欸 對不對 你們可以訓練自己去聽一個機器 很貴的機器 可能那些機器上億 然後你去聽 你去聽 你只要可以聽到說 他快壞掉 之前一個小時 你可以聽出來 哇台積電馬上請你去當大工程師 沒有就是 他花50萬 他花一個月50萬請你都值得 因為他停掉 可能整條生產線上面的東西都壞掉了 然後他如果太早修會怎麼樣 浪費對不對 太早修他就很早就 很早就 其實你一個月可能只要 你可能一年只要修兩次 結果變成修三次 你就要停三次機 那停三次機就 虧了好幾億欸 對啊好幾億 你看台積電他那個 整天跑的齁 然後每次怎麼停電他就很慘 所以大家來訓練一下 自己當AI好不好 專門聽那個晶圓 晶圓廠的機器什麼時候壞掉這樣 音響系統比較熟悉 就買一台 去專門看你有沒有辦法進去這樣 開玩笑 好 那 反正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聲音辨識也是很有用 然後 你現在 我讓大家體驗一下就是 你現在 來學一下 假設你是AI好了 你要怎麼樣去辨識 麻雀 孔雀 還有一種叫黑鳥的叫聲 現在是訓練階段 你是AI 這是麻雀 麻雀 這是孔雀 孔雀 然後這是黑鳥 然後這是黑鳥 好 還要不要再訓練 還要不要再訓練第二輪 來 再放一次齁 好 我記起來了 麻雀是這種聲音 麻雀 只是咩 這什麼聲音 不然 一直叫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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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鳥 黑鳥 好 好 訓練夠了嗎 兩輪了 兩輪了 好 然後現在 你現在是一個AI模型 然後現在要開始測試 好 現在問你這是什麼 黑鳥 什麼 黑鳥 黑鳥 答對了 好 訓練成功 這個 訓練成功 訓練成功 這個 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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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鵝錯了 講企鵝 把這個AI丟掉好了 太爛了 我只有訓練三類 你為什麼會說是 我沒有訓練企鵝 你怎麼會說是企鵝 老師你要請問一下 他就是 壞掉了 這AI壞掉了 好 所以我剛剛示範就是說 什麼叫監督式學習 就是丟給你一些樣本 讓你去 讓你去 看 讓你去聽 然後去建模型 建完以後 然後丟給你 新的東西讓你去看 讓你去判斷說 是哪一類 這叫監督式學習 好 然後接下來 叫非監督式學習 那非監督式學習 是什麼呢 他 他就說 他是給你很多資料樣本 然後叫AI 把這些 資料樣本 有很多樣本 一個一個東西 然後分成一群一群的 那分群不是分類 分類 分類是剛才那個 就是你已經知道有幾類的 分群就只是分堆而已 就像 操場上現在 站了一大堆人對不對 假設 下課時間 站了一大堆人 然後你就要把 你就要根據 你就要根據 他們站的位置 然後把他們分成一群一群的 那分群也許會錯 也許說 你覺得這幾個人是 朋友 結果他們只是剛好 站在附近而已 並不是朋友 或是剛好 同時看到天上 有一隻鳥 然後聚在那邊看而已 常常在路邊 會有這種事情 好 那至於要怎麼分群呢 首先 要把每一個資料樣本 都轉成向量的形式 大家知道什麼叫向量嗎 我考驗向量工具 向量就是有 不止一個維度 有什麼XYZ 有很多維度 對不對 那在高中大概碰到三維 在大學碰到的是 N維 沒有限制的 然後可是在深度學習裡面 會把一個樣本 變成大概三百維 所以這個維度 還是算是還可以 反正這種維度都不可能 三百維這種 根本不可能用人去算 一定是全部都用電腦算 所以為什麼要用GPU 因為GPU就是很擅長算這種 矩陣運算 向量跟矩陣的乘法 這種 它算超快 那CPU算沒有很快 因為 CPU是處理很快而已 還是處理啊 因為那個 那個GPU它裡面就一個個小單元嘛 然後裡面就 就像圖像整個漏進去 它本來是for 那個遊戲用的嘛 結果有人就想說我可以把它拿來算 就泰坦X啊 太厲害了 下次你來演講好了 你真的可以當YouTuber 你就做那個 你真的可以當YouTuber 你有這個潛力 所以你要把資料轉成向量的形式 然後 通常這個維度就是 可能幾百 我也這樣 然後在這個樣本已經變成一個一個資料點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分成一群一群 那這樣剛才這樣講一樣 那比如說像我們剛才 所以就是靠近了 我們就覺得它是一群 所以這個分群有可能是錯的 好那你拿剛才那個鳥類叫聲的例子來講 它的應用場景就變得不一樣 這個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說剛才是一個你熟悉的地方 你已經知道它有十種鳥 你就讓AI去學這十種鳥的叫聲 可是這邊的話是 你去一個新的地方 比如說叫你去什麼 什麼淡水嗎 你可能不熟 新的地方 然後你視線並不知道那邊會有集中鳥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開始你的實驗之前 你可以在那邊先搜一陣子資料 可能先 對你說對了 就是先錄音 然後先在那邊一直錄 錄 看要擊中類似或共同的聲音 對對對你說的完全對 就是我現在就這樣 應用這個分群的演算法 然後我就把像的聲音分在一起 像的聲音分成一堆 不像的聲音分成一堆 不像的聲音就不用分成一堆了啦 像的聲音分成一堆一堆的這樣 那假設你可以找到二十群 各自很像的聲音 那說不定就有二十種鳥 當然這有可能是錯的 比如說他可能把兩種很像的鳥 當成是同一種鳥 或是一種鳥 但是可能公的叫聲跟母的叫聲不一樣 他把它分成兩種鳥 或者是說有的鳥在求偶的時候 他叫聲不一樣 然後他就把這個同一種鳥分成兩種鳥 這有可能 不過你就知道說非監督式學習 他就很適合拿來當作什麼 在AI發展的階段 他是在初期中期還是後期 初期答對了 這太厲害了 所以就是初期的話 你在連分類幾類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先拿來做 先前處理 先分堆嘛 然後再來看每一堆裡面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把這分完的堆 去世界鳥類叫聲資料庫裡面 然後去看說第一堆跟哪一種鳥最像 可能全世界有一千種鳥 你就把它跟 把最像的 比出來最像的 當作是這種鳥 然後再請專家去聽 是不是真的是這種鳥 好 那接下來要講 什麼叫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 這個要用文字語音描述更困難 然後深度學習反正就是 他也是機器學習一種 那目前已經實作出來 或者比較常用的 大部分都是監督式學習 也就是說 你是有分類的 你是有標好的資料的 就是那些樣本都已經標好分類了 然後輸入一筆資料 他就會告訴你是什麼類別 那比如說像剛才的例子就是說 輸入一個鳥叫聲 他就會告訴你說是麻雀孔雀還是黑鳥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 什麼 他跟一般機器學習的差別在哪裡 好 那我這邊 接下來講的可能有點數學 就是 一般的機器學習模型 他是 我們把輸入的資訊 當作是X向量 他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維度 很多的Property這樣 然後每一個維度 每一個維度你就想說 我要判斷一個學生用不用功好了 那他輸入每一個維度 可能就是他各科的成績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每一科 可能都有他的權重對不對 所以你有十科 你有五科的話 你就五個權重對不對 所以 你的輸入限量是五個維度 你的權重限量也是五個維度 然後這樣再做內積 內積就是每一個維度 相乘以後再相加 然後再加上一個偏差值 再加上一個偏差值修正 會得到一個值叫做Y Y等於W.X加上B 然後這個Y再經過一個正規化 然後就告訴你說 輸入的資料樣本是不是某類 或譬如說是麻雀這樣 所以這個是 單個 所以我剛剛描述就是 單個神經源的狀況 單個神經源就是 它就只能做二元分類 判斷它是不是某種叫聲這樣子 或者說 它判斷一個手寫數字 手寫數字到底是不是某個數字這樣 是不是 對 那如果是單層神經源 就從那種一般機器學習變成是 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單層的 它就是把很多台那種辯認 單種東西的把它 把它接在一起 所以它就是單層神經源 比如說 我們現在要辯認三種鳥叫聲 我們就讓它一層 裡面有三個神經源 我們就可以辯認出來 把三台辯認單種的把它接在一起 就可以變單層神經源 不過這種 一般機器學習模型的缺點在於說 它的輸入跟輸出 就只能有這種 就只能有那種 線性關係 就是乘上一個權重 然後再加上什麼東西 就是它是一個直線這樣子 所以 那可是很多 很多 世界上很多輸入跟輸出 它不是線性關係 它是一個非線性的關係 所以它就要在中間 加上很多層 加上一層 兩層 三層這樣子 所以最多你知道影像辨識要加到幾層嗎 應該不超過幾百 就是 像現在最厲害叫ResNet 它是154層 就是中間有154層 然後 其實現在有人在做 AI模型的可解釋化 然後就去看說 每一層裡面這些 每一層裡面到底是什麼資訊 每一層裡面到底是什麼資訊 結果發現說 每一層裡面的資訊呢 其實是有不同的 就有的資訊 有的層是比較著重於 你把它那個資訊調出來 你會發現說 它可能是代表某種形狀 就是以影像辨識來講 那某一些層可能是代表顏色 或是顏色分佈 比如說中間有顏色 或是旁邊有顏色這樣子 那如果是在 在那個自然語言 就是人講的話 語言理解方面呢 那大家會發現說 那個比較淺層的地方 它可能是代表一個字一個字的意思 然後如果是 比較深層的地方 中間層或是靠近後面的話 可能是代表說整句話的意思 或是裡面 某個詞跟詞有沒有關係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都可以對應到一些 人腦在做推理的一些過程 那比如說你在 我們人腦在聽聲音對不對 然後我們是不是聽到一個聲音 然後被聽覺神經接受以後 進耳朵對不對 然後中間會經過很多層腦細胞 然後才被大腦解釋成鳥叫聲 對不對 所以這中間 每一個過程 只要有一個秀斗 它就壞了 所以人是很脆弱的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連新冠肺炎都會供到腦去 這太恐怖了 這種邪惡的病毒 所以一定趁機宣傳一下 我們不能跟它共存 我們只有把它完全剷除 我們只能消滅它 對我們只能消滅它 好 那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我做的一個對話系統 是在 是 用一個語音的介面 在教一個新手怎麼樣組裝 組裝一個 一個小機器人這樣子 然後反正他不會裝的話 他看那個行路看不懂 看說明書看不懂 他就可以用問的 或是 那個機器人就會問他一些問題 看他在那邊發呆 就會問他一些問題 那這個如果要做到說 可以導引視覺障礙的人 可能比較難 因為他可能要 他描述方面可能要加強 或是可能要各位自己去開發 更詳細 對 怎麼 你先摸到什麼東西 然後再下去什麼地方 摸到幾號格子裡的什麼地方 這很好 這想法很好 你要不要加入我的團隊 他比較厲害 他比較厲害 那個甲全盤比較厲害 像這個LED燈閃你們看得到嗎 就是說他叫他去哪一個格子拿零件 你們看得到嗎 看得到 有的人看得到 有人看不到 好 接下來好像還要講什麼學師歷程 好像一定要講這東西 那我就來講一下吧 不是在那邊炫耀 那我的學師歷程 我給他下一個標題叫做 如何做個文理雙全的科學家 因為大家都覺得科學家是科學怪人 然後只會算數學 然後其他什麼都不懂 對 可是 我要告訴你這個理解 這個認知可能是有問題的 就像一般明眼人對盲眼人的認知 可能也是有問題 像我們就覺得說 像我沒來之前 我覺得各位可能很安靜 然後什麼都沒反應這樣 結果沒想到你們比明眼人還要吵 不會 我有時候聽到聲音從那邊來的 那邊可能 那邊就是來印字一遍 就是感覺上 因為大家 可能 沒辦法 看到 但是所以你們會用更強烈的反應 更強烈的語言來說出來這樣子 好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現在 在講什麼AI寫詩對不對 現在不是很多人在講說 AI會寫詩嗎 AI會作詩會作曲對不對 好 那現在 最強的作詩系統 AI作詩系統 叫做北京清華大學的酒歌系統 酒歌系統 酒歌系統 123456789的酒 然後歌唱的歌這樣 酒歌 那酒歌系統 我們請他做一首詩好不好 請他做那個 人工智慧類神經 我們就 以這個題目叫他去做 我現在輸入叫他去做 我現在輸入叫他去做 然後按下去 等十秒鐘 這是第一代 他現在第二代 三秒鐘都出來了 好 智勢神仙 似乙飛 白雲深處 釣魚基 西風摧落寒江水 獨以為柔 望翠為 這跟AI有什麼關係 這跟人工智慧有什麼關係 這跟人工智慧有什麼關係 好像算命然後說 AI快要滅亡了 之類的感覺 白雲有善命的人 只當掛死 這種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做 我為什麼跟他講人工智慧類神經 他會給我做出這種詩嗎 你從他的老師去想 他訓練的老師是什麼 就是唐朝的人 全唐師 一萬首 請問全唐師裡面有講到人工智慧嗎 沒有 有講到類神經嗎 所以他怎麼可能會發神經會寫呢 所以他就不會寫嘛對不對 那 你來看 那個 蔡老師寫的 我寫的一首叫 用人工智慧類神經 人工智慧正方心 事事皆求類神經 為什麼叫類神經 因為 講類神經的話 那個神的位置會 憑這不合 所以要敢用外國人的方法來念 類神經 然後 然後 浮落天色 拍拓曲 這是什麼意思 你在那邊 假嗨 假嗨是不是 蔡老師解釋給你聽 就是 浮落天色就是 TensorFlow TensorFlow就是 類神經網路的框架 拍拓曲是什麼 Pytorch 是一種另外一種 更也是很流行的 類神經網路的框架 所以有了TensorFlow跟Pytorch的話 你就有了開發力氣 然後必鮮明這樣 給蔡老師一個掌聲這樣子 全世界第一個把人工智慧寫到詩裡面去的 而且這個是我坐公車20分鐘寫出來的 人家在滑手機我在做詩 這是我日常 這是AI界李白的日常 人家 對 專門坐公車就在寫詩這樣 所以人家都封我 叫AI界李白 可是這東西不是偶然 這東西其實是 那個長期累積下來的 就是 我從小就很喜歡看書 各式各樣的書 就是 其實我當最久的 反而不是什麼 數學小老師 我當最久的是歷史小老師 我當了三年 我中間還有 整個學期小考全部都是100 那 所以 那我也蠻 我看得多 我訓練資料訓練得多 所以我也很會寫作文 然後 所以 那我學資工是什麼時候學 就是 因為我 我國一就被選成 因為以前學資資訊 學程式 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學 就是代表才可以學 不是啦 代表啦 我也是 我提包人員沒什麼錢啊 對不對 然後 然後我就被學校選去 可能一個學校選五個人 然後去 其中一個 就去 就去淡江大學學寫程式 就是被選招的孩子 那 那 我是什麼國中 我是智林姊姊的學弟 所以那個 所以 中正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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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其實很想要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就是男生 不像你們現在那麼好 就是男生跟女生可以一起上課 我們是分男生班跟女生班 然後中間隔一個楚河漢界這樣 所以 所以 就是 我想過去都不行 想過去找人 認識人 都沒辦法這樣 不過 我的作文有過去 我寫的作文 因為我們老師有教女生班 也有教男生班 所以我的作文有 有這個 飛過楚河漢界 然後貼在林志玲他們 他們的班上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幹嘛會忘記的 好 這個梗忘記 然後 這個 反正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後來到建中 以後是 去 受同學影響 看NBA 那但是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這個 完全 書呆子 就是完全不會打 就是鍵盤 鍵盤球迷這樣 所以我就動手 寫了一個 自動 根據這個球員屬性 然後 然後 那個 模擬 模擬 這個NBA比數的程式 這樣 然後還可以 還可以把某個球員 勾成受傷或什麼 然後 分數就會 少一點這樣 這個豪現在可以用來博彩 對不對 可以預測一下這樣 要壓誰這樣 好 然後 這個 大學就是選資工系 然後以為說 念資工系是 可以整天 寫電腦遊戲 我是想要寫遊戲 不是想要 打遊戲 然後 所以 所以 進去以後才知道被騙人 就是 就是 有一半都在學數學 好 然後 然後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寫的程式 這是 這是 大一一的程式 我們用 LISP寫的 LISP 是人工智慧語言 然後 這是作業的要求 就是要寫到文字介面 就是用那個 ABCD去排出那個俄羅斯方塊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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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格的要求 那 我因為很喜歡寫遊戲 所以我把它寫到這樣子 就可以兩個人對打 兩個人對打 然後也可以跟電腦打這樣 所以 很華麗吧 對不對 全部都我自己研究出來了 所以 就是說你要 選科系的時候 你一定要選一個自己有passion的科系 就是 大學老師的要求 尤其是現在 就是 大家都怕 這個 這裡可以講嗎 你們講好了 非二一喔 不是 老師都怕什麼 怕家長 對對對 就是 對對對 反正 大部分就是你們愛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對就是 好 那 所以你要 可是你 你如果說什麼都只做 做到最低的標準像這樣子 你覺得這樣子 寫這樣的遊戲會有人要嗎 不會 你根本就送你都不想打吧 對不對 所以你至少要寫到這樣 有一個華麗的程度嘛 那這是我大肆寫的程式 就是我大肆寫了一個 用128Mbps就可以跑的 叫做X Fighter 3D 就是 它就是一個太空船戰鬥遊戲 聽起來這麼像雷電 我那時候還沒有雷電 然後 那時候還沒有雷電 完全沒有這樣 完全是原創的 完全是原創的 然後我就是去 找了一大堆3D模型 然後把它 露得到 露得到 記憶體裡面 然後我還克服一個障礙 就是 你那個飛彈飛的軌跡 要像真正的物理軌跡 要不然會不像 所以要把物理給學好 對不對 那個幀數會跑掉 對對對 然後 然後我還做一個雷達 就是說你看到敵機飛過來 然後你可以去點它 然後它可以告訴你 這個敵機的戰力是怎麼樣 然後 因為只有128MB 所以如果說你碰到敵機有一大堆 那怎麼辦 會過載 會過載 對你很聰明 你知道說會過載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 蔡老師想要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知道那個武俠片 對不對 就是比如說 怎麼漢朝去打匈奴 然後匈奴就一直攻過來對不對 那他真的請了一萬人這樣攻過來嗎 他是不是請了幾十個人衝過來 然後 然後 然後衝過來 然後再跑回去 再衝過來對不對 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就我只能弄 我測過我只能弄三台敵機 然後我就這樣 那三台敵機 就是飛到我前面 然後被我打掉 又從後面重新出現 所以我就這樣用這個方法 來克服這個記憶體不夠的問題 是是是是 然後這樣看起來就還蠻好玩的這樣子 就是 所以這個是 告訴你 是不是 在做任何東西的時候都要去思考 然後你就想到一些可以克服障礙的方法這樣 好啦 這些 就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覺得 就是說 其實興趣跟專長是可以結合的 大家知道說我剛才最喜歡歷史 然後 後來去學資工 然後後來又發現說自己 然後也可以寫 然後又喜歡寫文字 就寫中文這樣子 那所以 我後來又去做歷史研究 就用 就說像那個歷史書有的很厚嘛 然後而且有一本書叫做明實錄 它有1600萬字沒有標點符號 歷史學家都讀不下去 我就發展AI去讀那個1600萬字的明實錄 然後我幫他斷 我幫他斷句 然後我幫他斷詞 然後讓AI去讀他 然後我也發了一些paper 然後去年在荷蘭還講給老外聽 然後順便發表我的詩這樣子 這是他們在聽的表情 好 我把那個 我把那個什麼 凱撒的故事寫成 凱撒大家知道嗎 羅馬帝國的 對被統一刀 對 哇這個什麼都知道 被那個蠔油統一刀的傢伙 我把他寫成詩這樣子 好 所以你如果 所以我跟你們的話就是說 同學們你們一定不要放棄自己的興趣 然後要有夢想 然後做事情要為自己而做 不要為別人而做 然後AI接下來會深入每個領域 不管你要走到哪一行都要努力去 去認識跟實踐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好那各位同學我們今天還一點點的時間 請問在場的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們的蔡老師的 請問你們可以上FB嗎 真的 真的 我們都會用啊 太厲害了 手機有那個會講話就可以了 哇 那所以你們要怎麼加別人FB 就是葉名字啊 就是搜尋啊 所以你用我的名字去搜尋就可以找到了 對 通常是不會加陌生人 但他們已經 我們已經認識了不是陌生人了 你才陌生人 好這是我的email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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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最大 好 然後 我的FB就是我的名字 所以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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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後面有掛號一個 Richard Tsai 那就是我英文名字這樣 對 好 好 我想今天就先大概這樣好了 好 謝謝 謝謝 那 我們這邊講幾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今天很榮幸 因為 因為我們跟 台大科學教育中 推廣中心這邊申請了 這一場的 AI列車講座 所以安排了 蔡教授來跟我們分享很多 很適合我們學生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主題 然後 蔡教授也一直很鼓勵我們同學 今天都表現得不錯 我們今天是有露營的 今天現場是有露營的 那未來呢 大家也可以 走說 沒有沒有啦 你們都表現得很好 但沒有錄到你們的臉 都錄你們的背面 然後呢 原則上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 科學教育有任何 很感興趣的 也可以到我們的 台大科學 教育推廣中心去看 裡面有很多 公佈的一個影片 那 我們不知道我們 今天這場影片 會不會登上去 然後 那明天呢 老師也會把今天的 回饋表 會到 會送到各班去 再請 洛瑟的同學 幫我們填一下 然後去幫我們表達 會再找你們填 或者 跟你們表單去填寫 好 那我們就 再一次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 謝謝 蔡教授 跟我們學校教授 我們這個 老師們 那 第七節課呢 我們要正常上課 那我們現在就請同學們 就可以回到班上去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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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